脑是猴字的一种 古代人用这个字来形容执法的意思 好像猿猴 猿猴 爬树 遇上不上 遇下不下 实际上就是在因为原地的一种动作 就是有节奏的 做小幅度的 急速的退赴 但是它是做多次而不是一次 如果只有一次 那前面的活和换相当于这个 这是多次的 但是在节奏之内 或者是把一个长音切成短音 但是弹一次 产生音以后 用左手改变了它的节奏型 无名指一样 要领是在原位向左移动 动作的方向 力度的方向是向下 然后自然收回 而不是相反 不是这样 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 所产生的音的性质也不一样 向下为主 慢慢收回 所以才把音明确地变成小的音符 这种音的感觉是杰作性很强的一个音 按钻是按钻的指头向上移动到我们需要达到的那个音位 比如 无名指按钻的按钻 无名指按钻同样 这里边也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包括它的滑动的距离 速度 还有起点有没有 等等等等变化 向上就戳